好啊 我也是一个 我现在要讲的 视频 好 大家好 我是我的 我是一台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谈一些跟 政权转移或政策改进之后 会有些资料被销售或被改进 那大家不太意外是政党论听之后 一定会被改的东西叫做 总统的照片和总统的配色 但是有一些跟网站上 文字的东西会被改变 我觉得是有点恐怖的 是大概在6月1号的时候 新闻报道的国家安全会议上面 曾经有一个东西叫做 国家安全大政方针 点进去看发现会有9个共识 所以看起来它不太符合 所以在刚贴的时候 国安会就删掉这几行字了 然后过了10天 国安会就把 国家安全大政方针的连结删掉了 然后后来总统府的网站改版了 到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在Google上面 搜寻到过去和现在 或韩哥写出来的国家安全大政方针 第二个例子是 行政院有一个实证讲义 它是文档型的 比较像文讯的东西 然后你今天还可以在一些业务单位上面看到 跟这个实证讲义有关的连结 但如果点进去的话 会看到一个点JPG的ban的图片档 然后这些档案也不知道什么也就不见了 然后还有一个例子是 比较跟政策没有关系 但是是与政策有关的评论文章 例如像这篇文章是欺纳和公李李教授写的 但很明显它的立想 和目前政府的核能力想不同 所以在这篇经济部的平台上 它名为新闻 但是新闻应该是本身 所以就被删掉了 但我们依然还可以在经济部的同一个平台上面找到 后来经济部针对这篇文章的补充说明 所以你可以看到衍生阅读 看不到原始的文章 所以同样与和人有关的 还包含有些独立的网站 例如有个文件简合的独立网站 然后一次在六月份的时候 就四零四 所以总结刚刚提到的几个例子 大家有文字形式 答案形式 还有跟政治有关的评论创作 以及为了推行政治的独立网站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 它们就不见了 而且基本上没有认识承办人 很难会知道它们这些网站消失 那我认为比较好的结果 可以参考卫福部的方式 那大家知道卫福部 刚刚可能有出现过的 一个很神奇的员工 所以因为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原因 所以在卫福部的网站最下面 你可以看到一个 长照政策地址专居 小小的icon 它的配色跟 无障碍的表彰是一样的 所以不需要有人点赞 至少Google是可以拿到直接答案的 所以我也想去做一件事情 我就把这个网站 去问一下经济部 我们今天好像有经济部的人在 但是不是很好 我就请了一位经济部的开放资产委员 去询问经济部 后来经济部给我的 给这位开放资产委员的答案是 为了避免民众会毁腰 所以就不提供给你 我原本以为会有伟伤的观点 所以就是总结下来 我认为在这个议题中 会出现了几个问题 我需要有人帮忙 可以帮我想一下 这几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谢谢大家 好 来 谢谢YK 好 来 你的跟主备照